欢迎走进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青年艺术家程晓琳 欢迎你 晓琳你好 晓琳是本科毕业于中央美院的公共艺术系 然后2015年的时候来纽约留学 在普瑞特获得了雕塑系的硕士学位 我想问一下你 作为青年艺术家 在纽约生活的感受是怎样的 你会如何描述 一位生活在纽约的青年艺术家的生活 我觉得总体来说是很有趣的 它也很复杂 因为一开始你就要 首先是能不能融入的问题 文化上的 对文化上的语言上的 包括整个学校的教育体制都不一样 起码跟国内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美国这边 它比较倾向于让学生独立创作 就是你基本上在学校里边 你就得自己去进行创作 其实就是这边的作业 就每个作业都是一个project 对 你都是做项目 对 所以就是它那个学校整个系统的存在 其实跟国内相比的话 没有那么强烈 所以你就会觉得 就你好像一直就是一个人 好像来了就开始工作 对对 来了以后 而且是一个人工作 然后你有时候想聊天 就是那个语言还是个问题 你还得上课 还得上历史 对吧 还得你得修各种各样的学分 对 然后这些就完全不一样 就我记得我来了得有三四个月 我才开始觉得我能听懂老师在讲什么 就是在那之前 就是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很多留学生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因为怎么说呢 在国内虽然说学英文 但是真的你要用全英文来学专业的话 其实确实还是有很多难度 因为它和日常生活不一样 有一些词语 尤其是专业术语 你确实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 然后你还需要在大脑中反应 尤其是听课 老师讲得很快 他不会考虑到 你是不是能够听懂 或者能不能接受 那很多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 这个学生自己去消化 包括提前预期 对 而且就是 你那个每一个词汇的态度 包括每一个句子 就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 就说你可能知道字面上意思 但是它 它在背后 真正的意思 对 就是也那个更难了 嗯 就是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那工作之后呢 就比如说从学校毕业了 其实我们说就是在学校吧 好像是你感觉自己还是个学生 嗯 虽然实际上可能学校系统 在你生活当中发挥的功用并不大 但不管怎么说 你还是会觉得自己有个依托 但是离开学校这个体系之后 嗯 作为艺术家 这样的生活是怎样的 你的感受又是怎样的 嗯 首先就会很迷茫吧 就是 嗯 因为你那工作 你像我的话 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一点 就是我在学校就开始工作了 嗯 就是在那个 呃 铁艺工作室吧 就是我是做铁匠的 就metal fabricated 然后 呃 所以就是我是有推荐人 有老师 就是其实一路就是照顾下来的 然后 就我开始工作的话 就是虽然是新环境 但是我的老板和老师是互相认识的 所以就是 他给了我很多时间就让我去适应那个工作环境 但是就是说麻烦就在于就是你要怎么跟同事相处 就因为你从学校学艺术一个艺术院校突然到了一个就是商业里边一个公司就正常运行 就你就很很不适应 就是你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个技术和我会 但是就是说这个其他沟通方面就是 就要花时间 然后大家聊了也不一样 就是 就是需要试验 就这个挺难的吧 然后你就我就说上班吧 对吧 你下了班 就是你还要去 看一下展览啊 开幕啊 就是一些那个美术馆的展览 对 然后还要申请一些那个艺术逐游项目啊 嗯 就是就是 留学生难的就说 学艺术难的话就说 你拿签证的话就 很不容易 就是你没有办法像 那个别的行业你可以拿工作签证 你必须要申请那个 杰出人才签证 艺术家签证 对 那就他就要求你 要有成绩 对 你要有展览 有那个 报道 报道 对 还要有一些 艺术逐游项目 对 所以就是你这些 对就是得 靠自己去争取 对 嗯 那其实纽纽约怎么说 还是为很多年轻艺术家 提供了这样的环境 不然的话 不会有这么多青年艺术家留在纽约 对 纽约是非常重视艺术的 就是它各个行业 就它不光艺术行业 就它每一个行业都会 就是说多少知道艺术一个 而且它有很多艺术爱好者 而且我觉得现在吧 很多工作其实和艺术都有联系 对 尤其是在这种设计呀 美学呀 生活方面 对 其实大家都非常需要艺术方面的人才 我们从这个苹果公司就能够感觉到 就是美学设计 其实现在商业设计 商业领域 它占了非常大的比重 因为大家对这种生活品质的要求更高了 对 因为我知道就是您除了做这个艺术创作之外 还有做很多商业类的项目 那除了刚才你说到的这些 其实我知道有很多 我原来采访过的 在纽约学习的青年艺术家 他们就回到中国发展 其实这些年发展也非常好 因为国内的资金非常充足 而且艺术发展呢 他们说非常有活力 尤其是上海呀 北京啊这样的地方 那你和你身边的朋友 是不是也想过要回国发展 想 想过 就是一觉得在纽约生活特别难 就想回国 然后 但是就是 莫名其妙也没回程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 因为我觉得就是 国内资源多 但是其实也不代表 它会容易很多 因为你像大型的城市的话 面临的问题都一样的 然后 我是一直考虑 就是说 我不确定国内对那个 就是说艺术爱好者 和艺术市场 它对我来说太出向了 就是我看不到它的那个 整个整个链条 到底是怎样运作的 就是你就会突然觉得说 这个人就变得一个 特别出名的艺术家 因为它的东西展览 到处都是 但是 就是我不知道它是 不认为背后的逻辑是怎样的 对对就是完全看不透 但是我觉得在纽约的话 就还挺清晰的 你就知道有一个轨迹 你可以遵循那个轨迹去发展 对 就是 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这一点 就是所以纽约就是说 你看得见它的竞争 但是你也看得见它的逻辑 未来 对就是 就是 有据可寻吧 我就觉得说这样的话 就更适合 更适合我的那个工作方式 生活方式 就心里比较有点 你知道努力的方向 对 我这样努力做下去 我肯定在某种程度上 我能够获得成功 或者说有收获 对 但是在国内的话 可能很大程度上 你看不懂 是不是意味着是运气 所以就说不清楚 然后那个纽约还有一点 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的 就是它什么样的艺术家都有 就是各个文化背景的 因为它整个整个城市 就是各个地方来的人 然后所以就导致就是说 你是很有可能 获得观众的 就是说有人会喜欢你的东西 或有人懂你在做什么 就是这样的 因为它文化非常的多元 而且它极具包容性 对 而且它也非常的创新 各个方面 它的思维非常的领先 那这样的话 很多新鲜的事物 不同的观点 都能够在这个城市 得到一个很好的展示 以及被人认可 对 纽约的艺术就挺像 就很简单 就是有 大多数时候很简单 就是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算了 就是这样的 就是 因为你总是会找到 就是说 喜欢你的东西的人 或者说没人喜欢 也无所谓 很多纽约的艺术家 就是 自己做的也挺开心的 那你跟我们说一下 你自己的艺术理念吧 因为我看到你的 在这边的很多作品 包括展览 其实都和这种金属有关 而且给我的感觉吧 就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有些像这个 炸弹 有一些像子弹 好像和这种和平 战争 好像也是有关系 我不知道我的这种理解 对不对 算是 有 有这一方面的 就是 我一开始接触金属 就是从那个 Plat 然后 我当时就很想做一些 各种形状 就一般就是弹的形状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 很多艺术家 他 当他就说 不知道要出什么形的时候 他可能会潜意识里 想出来一个形状 就是弹形 就是很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当时 其实就是 因为真的不知道做什么 就是突然来了学校 然后老师就说 两个星期后 我们有一个 那个公众讨论 就是 他们叫那个Critic 然后因为研究生课程 主要就是在 做这种学术讨论 然后 我就当时就觉得 就是说 我没有这样工作过 就是 所以我就想 我就非得做点什么吗 我就想 你说那我做蛋鞋 然后我没有用过 金属材料之前 我就想尝试一下 所以就是在那个 普雷特学校里 有一个那个技术课 就是在那个 铁医工作室 就是我就参加那个课程 然后就学了一个技术 叫 Sheet metal shaping 就是它是 它是很久以前 就做车的那种工艺 就是用那个锤子 或者一些那种 有冲力的那种机器 就把那个铁片 给凿出那个形状 所以就以前的那种 老爷车什么 它那个弧度 全部都是这样 手工敲的 其实 然后 我当时就觉得 那个很适合 我的那个作品 因为我想做一个 空心的弹性 所以那个就可以 然后我就开始学 然后我就还挺投入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可能就是 觉得它一个是新材料 没用过 还有一个就是 它能让我做出一个 不那么重的雕塑 我就是这么想 就是很简单 对 然后后来做 就停不下来了 就是 包括还有那个 我要学那个 焊那个材料嘛 然后 我就很喜欢看那个花 就是那个 接口 对 就是它有那个 它会融化那个 铁的那个表面 然后你就会看到 那个液体 就是有颜色的 它会跟着那个花火 就是这样走 我就觉得挺浪漫的 我就一直在做那个 对 那疫情对你的创作 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疫情之后 好像你的创作的语会 你的艺术语言 发生了一些改变 对 因为疫情的时候 就是 所有事情都变了 然后我也不确定 我是不是要继续留在那边 嗯 然后 就是当时那个 整个环境的那个情绪 起伏就是很强烈的 就是每天都有事情发生 然后 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那个新闻 全部都是非常沮丧的 然后 当时就觉得特别不确定 就根本看不见未来 就是根本不敢写 所以就是我当时唯一能做 就是把工作室给退租了 然后那个 呃 哇 这当时挺多事的 反正 然后我也不敢做那个雕塑了 就是因为没地方放 我也没有地方做 然后 我就把所有的 我以前的雕塑 就是放到了Storage里边 然后 我就在家待着 就是 但是后来就开始想说 我就是想做点什么嘛 所以我就觉得画画 可能要简单一点 就是它不用那么多空间 然后 而且随时可以画 就是 它就是要方便一点 简单一点 嗯 好 我们把更多话题 留到下面再说哈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小林之前你有说 因为新冠疫情呢 对你的生活 还有艺术创作 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对于一个雕塑家 可能没有了工作室 然后也没有这样 可以创作大型雕塑 或者是说这种 铁翼雕塑的 这样的一个场所 那你就开始改为画画 嗯 那这个过程当中哈 从雕塑到绘画 其实我觉得它的表达方式 非常非常不一样 嗯 我也觉得不一样 嗯 因为我在我看来 绘画是越平越好 就是我 嗯 就是它一种 它是一种流派吧 就是我是比较倾向于 就是说绘画的话 它就应该是留在二维屏面上的 它是一个非常平的东西 就是 但是雕塑它又是一个立体的 对 因为雕塑 其实很确定它是什么 因为它就是一个东西在那儿 就是你能看到它所有的那个方面 嗯 但是绘画的话 它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一张图片 然后你你可能会去想象它这个图片 就是你会把有有时候会不自动的把它二维东西想把它投射到一个三维环境或者是一种更其他的维度的东西 对所以就我觉得挺不一样的 那你在创作这个绘画作品的时候 嗯 和疫情当时那个环境有关系吗 有关系就是 一个就是它呃 它在创作上来说它更便捷 对对我来说 还有一个就是 嗯 我指的是你的创作的内容 你的理念 包括你的这个预言 因为我看呃 我感觉那些话 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像一个 怎么说呢 像一个低暗 但是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然后因为因为我疫情的时候就是我花了很长时间就是在外边 闲逛游荡 嗯 跑步啊什么的 因为我那会儿就是说因为实在是不想在家待着 然后就是很很沮丧就觉得 然后我就要出门 出去走走逛一逛 然后我就突然就就看到就很多很多那种很多人的那个他们家的前边前院会修那种小树丛 对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那时候那刻觉得特别生活因为我之前没有注意到过这些人就忙着忙着工作嘛就疫情前就是各种忙各种担忧啊各种愁啊什么的 然后突然就是疫情的时候 然后突然就是疫情的时候因为什么都不一样了 然后大家都停下来了 对就是突然能看到我从来没注意到我邻居修修小树丛啊那天就谁修的就是我就是之前完全没有 然后也也是让我想到我小的时候就说我小时候是在部队里面长大的 然后然后就会有那种一排一排的小树丛修的很整齐 就我突然就觉得就是很亲切很熟悉 然后我就开始画小树丛 后来我就找很多 然后我也想起来嘛我小时候还莫名其妙说我想当园林设计师呢 真的因为那个时候园林设计师好像还挺火的一个职业 然后我就说了 然后我突然就觉得说 这个这不就园林吗 园林设计吗 就是然后我就开始画 我还从那个谷歌地图上 就不能出门的时候就从谷歌地图上找那些绿化的那些图片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是卫星图像嘛 就是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就是一张完整的画 就是我直接画就可以了 就是因为处理得很棒了已经 然后它也是从不同的角度看那个我们的那个生活场景嘛 然后我就开始画这些修剪过的小树丛 对我就这么想的 所以其实疫情就像你刚刚说的 让我们真的能够静下心或者停下脚步来观察生活 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平时在生活当中 因为工作匆忙或者是生活的匆忙而忽略的美 以及这种美和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感受 对 我觉得在这其中呢 可能也有很多就是你对中国的牵挂和对家人的牵挂 尤其是你说看到这种小树丛 你就想起你儿时住的这个军配大院 其实这我觉得这都是一种情感的内在的联系 然后最后你把它用不同的一种艺术形式来表达了出来 其实在艺术创作方面的你的涉猎是非常广泛的 除了我们之前说到的雕塑绘画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是这个电影啊 而且你也从事很多我们之前有说到一些商业的项目 有餐饮啊有这个商业设计啊 还有这个机械制造等等 那所有的这些经历 在你看来和你自己的个人经历也好 或者是求学经历也好 它有一种怎样的联系 我觉得我就是有一种不知道被什么驱动了 就是其实我在国内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项目是我在国内的时候就开始 就是说试图跟商业有一些合作了 就是我也没有特地去找这个商业合作 是刚好碰上了 比如说有人需要就是谁谁做一个道具 然后我就觉得说挺有意思的 我就做吧就那种 然后做的时候就发现就是 他他不无聊这个事情 就是而且是他是可以 就即使那个比如说甲方 他可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要求 但是就是说还是可以在这个里面 就是说进行创造的 就是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 我就觉得我挺喜欢尝试不一样的那个方向的吧 我就觉得做这些事情挺有意思的 就是反正不无聊 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好像是一种趋势 很多青年艺术家除了从事纯粹的艺术创作之外 其实都会设立一些商业项目 或者说直接把艺术和商业相结合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趋势 就是说新时代艺术家们的一个共性吗 在你看来就是青年艺术家 算是吧 因为我对因为我觉得很多青年艺术家 就是他们可能是就是说兴趣比较广泛 然后就是说然后想把这个兴趣和自己已经会的 或者知道的或者说未知的 就是说去尝试一下 就是因为他他不会伤害到什么 就是因为你多试一试不同的那个方向 可能你还会找到就是说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 一些新的路径 对对就是 而且就是我觉得商业的话 相对于以前商业对艺术的态度也比较开放了 因为感觉可能以前的工作方式 就是说在商业上 它是有很明确的要求的 就是你就没有办法互相沟通的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说 商业很多时候尊重艺术家 对就是说 有时候不是 但是就是说就是有这个方 有这个趋势 就是至少它是这么说的嘛 对吧 就是说需要一个艺术 或者需要一个美学 做点什么 对 那说到艺术和商业的结合 我觉得这个当下 也是大家讨论的非常多的一个问题 当然也是艺术家 艺术界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 就是NFT 因为这其实是怎么说呢 感觉是当下非常流行 或者是非常盛行的 一种艺术变现的方式 你自己怎么看这个趋势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在一些平台上看到挺多 那个电子类的艺术作品 就有的做得很不错的 就是那个图像的话 就是我觉得就是非常 就很匪夷所思的 就是在好 就超出想象之外的 对 或者说它跟想 它跟那个想象力非常的贴近 我觉得就是说就是 这个就是传统媒介 你很难达到 但是你在那个电子类的艺术的话 就是说 它可以就是不受空间限制的 因为它有时候还是相当于一个视频嘛 对吧 它可以动的 就是它更贴近那个人类的想象力 其实 而且NFT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听说的 就是他们也不是冲着变现去的 就一开始就觉得说 艺术家太难 就是说生存了 就是说光靠画廊代理 光靠这个美术馆的那个收藏 就是就是青年艺术家根本就没有机会 就是因为就是那个很多 那个已经成名的 对或者说很厉害的一些大艺术家 就是他们还在创作呢 就是青年艺术家没有机会 所以就是说当时觉得说 NFT就是可以能够 就是说对青年艺术家来说是个好事 就是因为你在纽约的话 一个画廊长代理 可能就是一个名额 比如说要签一个艺术家 有七八百个艺术家在竞争 对 然后那NFT就是一个方式 就是说它可以 面向大众 对 它可以让更多人 就是说你首先有更多展览机会 就是我一开始就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 因为它就算是变现 它也没有说那么夸张 就是因为艺术家也多呀 艺术家的机会也很少啊 就是它跟商业还是完全没法比较 那种变现 但是对于青年艺术家来说 它是一个能够让自己保持艺术创作 或是持续做这项事业的一个动力 或者说是一个储备的力量 因为可能有很多人 因为生活是很现实的 你总是要柴米油盐 你总是要吃饭的 对不对 如果说艺术做不下去 只能是改行 其实各个行业都是 一旦你是专业人士 你在这个行业你做不下去 你只能是改行 那作为艺术家来说 可能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有了这样的一个方式 它可以